巧克力本身也可以幫助減肥 改善血管內皮的功能 所以它基本上並不是大家想像中 跟其他甜食是一樣的東西 它是完全相反的東西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醫療之外的東西叫巧克力 大家印象中巧克力是甜的 可能會蛀牙 巧克力吃的可能會變胖 可能血糖會變高 再根據人體試驗的結果 這些以上的印象都是錯誤的 巧克力可以阻斷牙菌斑的形成 巧克力本身可以降低胰島素抗性 它可以降低血糖 巧克力本身也可以幫助減肥 改善血管內皮的功能 所以它基本上並不是大家想像中 跟其他甜食是一樣的東西 它是完全相反的東西 那更有趣的是 它對於三高都有幫助性的效果 譬如說它可以幫助降血壓 研究從降3毫米孔酥降到10毫米孔酥不等 降血脂它可以降低總胆固醇 降低壞的胆固醇 它因為可以抑制胰島素的抗性 所以被發現它可以幫助我們控制血糖 那因為它控制的三高之後 緊接著進一步研究就發現它可以保護心臟 劍橋大學那個10萬個人的追蹤研究 中繼分析 它發現它可以讓心臟病發作的機會 大幅度的降低 中風機會降低40% 同時它不但是被動的保護 腦袋不要中風壞掉 它也可以主動的幫助你 腦袋的運算能力 老人家常常吃巧克力 被報告說它的運算能力跟 記憶力比較好 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對抗 因為它對年輕人的運算能力 記憶力也有幫助 所以在很多名校的福利社裡面 還有賣一堆的巧克力 所以巧克力本身可以幫助大腦 是從多方面的防止血管阻塞 同時增加你的運算能力等等的問題 到最後 因為它可以保護我們的口腔黏膜 避免口腔黏膜 產生的一些基因毒性的問題 包括細胞核變兩個變多個等等的問題 而且到六個月的時候 幾乎把口腔黏膜所有異常都抹平掉了 所以如果家裡有常常不得不 或者是戒不掉檳榔跟菸的人 可以考慮用廠商吃巧克力來防腐它 避免說真正的產生口腔癌 那口腔癌是一個很難產的一個疾病 損毀熔炎等等的問題 而且台灣又是世界第一 所以能預防的方法真的戒不掉菸 只好採取其他方法來處理它 巧克力的引起青春痘 被認為是介入型研究 發現它是5G之痰 所以大家也給青春期的小朋友吃巧克力 只要不是那種 都不是痰的巧克力 真正是黑巧克力的話 它也不會造成所謂的青春痘痘 這個問題 那最後呢 大概我一天吃12克的黑巧克力 70% 當然我也知道很多聽眾朋友 甚至吃90% 80% 不過我會覺得這樣子啦 因為我們取一個平衡點 那研究他們都只做到70% 就認為是很好的黑巧克力了 那再高的話 恐怕很多人也不是很難接受 因為它苦的越高啦 大家能得到健康好處 可是我也不要誠意過高 讓大家吃不下去 搞得跟吃藥一樣 巧克力好處就在這裡 它明明對健康有益 可是基本上它是快樂的 它不像吃藥 吃得大家愁眉苦臉的 那巧克力最主要的問題 是咖啡因 所以你量不能 一天吃一兩百克 那個就跟我的劑量 就差十倍 大概對大家就不好 那巧克力買的時候 只要注意它沒有農料 沒有各格跟銅金屬的過量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很好的 安全的健康食品 如果要求您 請您再看看 你會不會 做它的封面 能力 在切瓦 對話 我們要求您 做一個封面 就是 我們要求您 做一個封面 的 為我們要求您 做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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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個封面